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報》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甄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品味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施抗疫》 《拼經濟反網報》 好了 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這個商非問題 很久沒聽過這兩個字 真的很久沒聽過 最近在各大留學生當中 經常說商非這個字 究竟是什麼商非呢? 是不是香港的商非兒童呢? 不是 其實就是指 中國商非 學生 商非就指非 985工程 以及非 211工程的學校 學生 985工程是什麼呢? 就是 1998年5月4日的時候 江澤民就在 北大白年校慶當中 就說 中國需要 具有世界水平的 一流大學 之後 985工程就產生了 這個項目的計劃獲得 就是為了建造世界一流的大學 和著名高水準的研究型大學 建立新的管理和運行體制 集中資源發揮所長 985工程一共有 39 大學 無論是綜合實力 學科教育 還是科學研究的表現 都居於中國大學當中 領先的地位 並且保持著一流的水準 可以說是中國 地區中 頂尖的名牌大學 不單止提升中國 大學的整體實力發展 而且 科研成果和國際影響力 都會慢慢增加 有什麼大學呢 包括小弟以前讀的北大 是有份的 北大是有份的 廣東省就有 中大和華南理工 211工程是什麼呢 211工程早在 1990年代中期 中國大陸為了面向21世紀 打算 重點建造大約100間左右的大學 並且從各地 挑選大約100間大學 作為國家的 培育重點 優先就給補助經費 即是所謂的211工程 目的是為了 迎接世界的新技術潮流 所以必須集中 中央和各地各方面的力量 重點建造100間左右的 大學和重點學科 並且兼顧各行各業的 專業成則 均衡發展 21工程 就有 115間大學 亦都包括剛才我們說的 985工程的39間大學 所以其實985工程 就應該是 更加精一些 所以所有985的大學 都是211工程的大學 但21工程大學 不一定是985的 大學 現在澳洲 很需要中國留學生回來 我們都說過 但是 很多的留學生 就向華文媒體投訴 就說 從2021年起 澳洲最出名大學之一 適離大學 很近 以前 我表哥經常走下去 因為我們很近 適離大學 就拒絕 接收 這個 中國雙非 即是 985和211工程 大學 的本科生 這麼嚴重 當然 這些事情 你知道學生 一個人說的話 就奔走相告 之後也傳到華文媒體 有人覺得很可惜 有人覺得 合理 有人就說 你這麼蠢 等於自斷米老 你不是很想學生回來嗎 那麼更加有人 是特更 這樣 發 email 問適離大學 適離大學 是真真正正回應了 而且是向澳洲最大的華文媒體 發了聲明 因為壓力太大 近日 一張 據稱由適離大學 發布的通知的截圖 已經在各界的華文媒體 廣泛流傳 那麼 圖片的前部分就顯示 適離大學某項專業的研究生 這些讀Master 你 申請的要求 以及 後半部分提到 由於 學生申請 現在 史無前例 就是這麼多 所以從 2025年第2學期開始 不再接收 非 985 和非211 高校背景的中國留學生 那就是一石擊起千重浪 在各大華文媒體和 社交平台當中 有人就說 適離大學以後不再收 非985和 非21工程的 學生 即是 不再 收雙非 亦都說 真是壞呀 以後不要我們的雙非呀 阿哥 當然 有人就說 因為不是整間 適離大學都是這樣的 會不會某一個學院是這樣的呢 結果 亦都真的是 因為中國人也很多 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向媒體投訴之下 所以 適離大學 是 有說話的 是有說話的 等待我們再說說什麼 看看 反應先吧 看看各位新生學子的反應 有些人就說 其實支持人也不少 剛才你說的 是很多人的觀點 他人多嘛 他挑選不對嗎 我認為沒有問題 是的 亦都說支持 就令這些 雙非 學生 在國內 自己慢慢卷 即是自己慢慢競爭 亦都說 適離大學 不是說 需要中國學生回來嗎 那為甚麼自斷米露呀 現在的問題是 亦都說適離大學這種研究生 就是靠那些 雙非學生才有錢的 如果有能力 211和985工程的學生 一早就去美國或者英國 裝甚麼清高 亦都說 笑死人 學費那麼貴 有多少985和21工程的學生要來適離大學留學 也不是的 之後呢 當然 亦都傳開了不知適離大學 墨爾本大學也有人說是會這樣做 當然 如果消息熟實的話 其實這些 雙非學生也挺可惜的 我認識的很多讀適離大學研究生都是雙非學生 都是非211和985的 可能當時又不是那麼多人出來留學 但適離大學的學費很貴 當然 有人說適離大學 憑甚麼我們可以去其他大學 不用那麼困難 學校也有規矩的 不過 其實支持這樣的中國留學生是很多 因為 雙學院 其實一直來講都是中國留學生 甚麼學校都是 都是中國留學生的天下 尤其是讀會計的 那麼適離大學商學院 太多留學生了 所以有人就說 太多中國留學生 所以有人就說 都對的 西夏一些人 這樣把門檻提高 有甚麼出奇 如果不是你們又說適離大學好鬼水 那麼現在 他 找些勁人回來了 全部都是 那些 非雙非的學生 那你還想怎樣 那當然 適離大學其他學院 究竟有沒有說要限制雙非 又好像沒有 這些好像有沒有限制的 很容易知道 在未來一定有些數據會出來 這些東西 不過這個 適離大學 他真的受不了壓力 很多人發意 最後在校方就接受華文媒體訪問時 就是 首先叫學生 看清楚官方網站上面的要求 其實 適離大學 他的入學要求 中文版 是很多中介或者留學生自己翻譯的 所以 是有偏差 或者 理解上是有偏差的 OK 那你說適離大學 是不是 真是很多中國留學生呢 是的 是的 適離大學的 留學生當中 聽著適離大學的留學生當中 89%是中國留學生 適離大學是全澳洲 高校海外 學生佔比例最高的大學 尤其是適離大學的商學院 招生的風吹草動 其實在留學生 尤其是中國留學生當中影響很大 如果 適離大學 真是拒收雙非學生的話 適離大學將會留失一批學生 到其他八大 因為澳洲有八大大學 到其他七間 學校 就可以了 教育產業特別是雙科 留學生的收入對於整間大學很重要 相信適離大學 是不會推出這類措施的 當然 適離大學 它上面的官方網站 我看到 是真的沒有這麼說 是真的沒有這麼說 有人放流料的傳一下傳一下 全部當是真 可能 有些人就覺得 你說得這麼難 只是說來說一說 是否 你們 是 叫做 如此做 其實 也挺好笑 不關事 真是不關事 適離大學很搞笑 因為這 是 Incorrect Incorrect material 知不知道初初是來自什麼平台 台媒?不是,是小红书 我没想说有假消息,但全部都是以校方消息为最终标准的 所以他现在出来的澄清是对的 他是对的,他真的有澄清的 他更加说,这些程式在小红书 是正确或是正确? 是假的 是不正确的讯息 就说逝离大学不再接收 这个 双飞学生 这个是没有这回事的 他就说 会提醒各位留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任何的转变 都会 是直接 对学校的中介,因为学校其实是很多register的中介帮他做事 不会是跟小红书说的 对啊 还有呢 亦都会通过 悉尼大学的官方网站 是说出来的 暂时我看到那些requirements 真的没有说 双飞不双飞的东西 那当然 你说他会考量 你的学校呢 考量也很正常 是不是先说句老实话 那当然 因为呢 澳洲的高校对于双飞学生的 平均分数已经是较高一些 因为他看到你的学校 可能没有那么知名,那么你的分数要答够了 100分要87,双飞背景的比例 不是很高的 大学呢 一般来说 会保留多元化的生源 这样呢 就可以提高 大学的知名度 因为你来来去都是收中国最出名的那几家 大学的学生 那只有那些大学知道你的学校 其他 普通本科都想知道你这家学校 对不对 其实澳洲大部分 学校都会区分 学生的本科背景 并且对于他们的学术成绩 设立不同的录取门栏 那么经常呢 当然 识尼大学 另外一个大城市墨尔本 亦都有比较的 那墨尔本大学呢 就从2023年第2学期开始 部分专业 将 限制 中国双飞学生的申请 他写明就有了 这个真的是官方网站写明的 那他写明就对了 所以都是听官方的东西啦,你这些小红书那些 行不行的 我经常想 小红书 那些都不知道是什么图 跟校方那里再证实一下 比较 最搞笑的是他们就问校方 那么多时间发email,那为什么不看官方网站呢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是不是 一问问Agent也好 由于现在中澳关系有所改善 澳洲的 国际学生行业 似乎 可能会迎来了 利润丰厚的将来 政府数据就显示 2019年到22年 年期间 持 中国学生签证的人 减少一半以上 就从疫情 前的165149人降到78234人 肖千大使也曾经说过 租高的政治关系是学生不愿意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转变 肖千也告诉记者 一些中国留学生 对这些政策不满 他们就可能 在想 究竟需不需要来 澳洲学习 一旦中澳关系有所改善 绝对是会 等于向学生发出信息 你们应该有信心来澳洲学习 你们应该对两个国家关系有信心 你们应该有信心 再回澳洲 肖千也说 针对中国留学生的 绝对非凡的政策 绝对非凡是指不好的政策 可能阻碍留学生到澳洲学习 学生签证持有人 需要获得内政部的批准才可以转课程 有些人在开始课程之前 还需要获得初步批准 肖千也说上届政府这些政策 对于学生来澳洲学习产生了负面影响 是绝对不尋常的 在很多国家 这样做法是不正常的 其实澳洲有很多事情都做得不正常 在某种执政的时候 19年的时候 其实国际留学生产业 就为澳洲带来了400亿澳币的收入 当然 他写明 不收双飞的话 那就写明了 所以不要猜猜一下 有些东西你猜猜一下也没用 日本大学是真的有学科系 不收双飞 即是飞985和飞211工程 这个 学校的学生是不收的 那有什么呢 就有这个 我尽量用中文说 全球媒体及 联络学科 的碩士 和 艺术及 文化管理碩士 还有国际 Journalism 是否叫 传媒 国际传媒 还有传媒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和Master of Journalism 都是 不收双飞的 还有 Executive Master of Arts 还有 Master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a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也是 还有Maste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这个在塔斯文尼亚 以前很容易移文 读完就基本上移读文 Master of Computer Science 也是 这些就你自己看看 如果你的子女是 雙非 学生的话 那就 不需要报了 因为他说明就不收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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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